議員翠鸾質詢 今天重點就是 在地的生意 本社給出來的貪特和援求 希望對我們的施政更能推動更順利進展 阿修先生 將對本社 在這裡請我們市長 我們康議長、市府團隊 這是本社 用本社陳情的 他在這裡買了 免勞七十六年喔 這裡的家就建好了 然後當初他也是看前面 那個通倡儀才會買這裡的家 這個是在本管路三百多號那裡 在這裡要拿出來 給大家看 路高辣我們的家 頭前給人 設置一個鐵鏈 鐵柱 影響他的通行出路 這樣是要怎樣 然後 這個 那個前面是一個帶狀的綠帶 供 道路用地 那 新買主是去年剛買 然後他買了之後 也應該都知道前面是通倡 雖然未徵收的帶狀綠地 可是 也是供通倡 所以他的建築使用執照 還有他的使用執照還是建築 才能動輸七十幾年喔 才能順利喔 用這個建築線喔 所以本社在這裡喔 給出來 來討論喔 你看 本管路 他的門口前 你看被設置一個鐵鏈鐵柱 那影響他的通倡喔 那影響他的通倡喔 那在這裡 也要請教我們的交通局局長 像這個 他原先 雖然未徵收 然後 但是他 都保持通倡 那是不是我們要 就是 保持現況的通倡 即使未徵收也應該喔 也應該 讓祝福可以通行 無主喔 在這裡喔 因為 在陳情人喔 差不多一兩個月前 四處向我們市府 市府我們的養工處 交通局 警察局 頂頂 歡迎 可是 大家都 互相 踢皮球喔 互相踢皮球 他說 本社利用這個議事庭喔 來向 我們的 陳市長 市長 如果我們的房子前 讓人設置一個鐵柱鐵列 無法出路 不知道 我們市長你的感受 請陳市長 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黨議員 當然 在自己的處途前 如果有一些土地 剛才黨議員所說 第一個 我要了解 這個土地 還是既成道路 既成道路 市政府 不一定 有令令 完全 所有的繼承道路 都能夠徵收 那個金額 不曉得幾千億 第二個部分 還是說 庭主要起床以前 在這個道路 不一樣 徵收 頂頂 所以我不清楚這個狀況 所以請陳議員 提供相關的資料 這樣我們才能夠了解 如果是繼承的道路 現階段 雖然市政府沒有徵收 不過按照我所了解 它必須一樣提供能夠做公共使用 不可以用這樣拿起來 但是如果說不是繼承的道路 是地主要在東西 在徵收的部分 或是說要購買這個部分 有很多私產 私人財產 在這個部分規劃 或是不清楚 或是跟人不清楚 這個問題 我們要進行了解 謝謝市長 他本事了解 我們的公務局建管處 他當初民國七十幾年 要新建這邊的房子 他就是有指定建築縣 所以前一頂是保持通暢 保持通暢 雖然是魏徵收的 袋狀的綠袋的公道路用地 可是 他當初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前面都是保持通暢 那即使魏徵收 那他也是要維持原使用狀況 即使 衛徵收 所以 本社在這裡有 請到那個 政管處的確定 也是說 他一定要 維持原使用 如果原使用 是通暢無阻的話 即使魏徵收 他也應該 不能設置鐵鏈鐵柱 來影響我們住戶的出入通行 他在這裡 請我們陳市長 市府團隊 主持功德 一定要 維護我們的 用戶原使用通暢 這樣好不好 陳市長 我們請公務局回答 來楊局長 謝謝主席 跟陳妍做一個報告 這個我們回去會將他的當時蓋房子的屬性資料 整個把它調出來 由我們公務局來做一個了解 我們會積極來處理 也希望會後 陳議員把這個地點 地點能夠提供給我們 我會來處理 楊局長 這在本關樓3837 347號 我們的建管處 我們的客廳都了解 因為你剛才有說 這個大概民國七十多年去的 民國七十多年去的 所以我們會將 在高雄先的時代的資料 那本社非常質疑說 他當初在 申請建造跟使用執照 那就是有新興建築的建築線 那前面一定保持通暢 那去年我們都市計畫變更為 代鑽的綠代工到領地 那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通暢 讓住屋可以出入自由 在這裡麻煩我們的楊局長 麻煩楊局長 要趕緊來了解趕緊 該排除這個阻礙物 一定要趕緊處理 如果我們一定要將心比心 如果你的房間 我們設置了鐵柱鐵鏈 你的感情要怎麼變成 然後已經兩個月了 已經兩個月了 麻煩盡速來 釐清 然後如果該還人家的通行 出入自由 一定要保持通暢 在這裡 現在楊局長還有市長 一定要 維護我們的原住戶的 原始用通暢的出入通行 謝謝 那另外 本席針對我們法定空地 法定空地 法定空地 我們的新甲的禮民 一再 從去年跟現在一再向本席陳情 一再向本席陳情 這新甲路這邊的 法定空地 法定空地 他們這邊有34戶的住戶 他們這邊有34戶的住戶 一再的在陳情 強調他們的權益 他相信我們公務局 我們的建管處還有都法局 都了解這件 因為本席非常質疑 以民國62年 申請建造 拿到使用執照的同時 他的法定空地 部分已經變為 部分已經變為 市民的人行步道 市民的人行步道 後來民國90多年 一個原先的市民人行步道 就變更為道路用地 那就是因為 我們的申請使用執照 基地的法定空地 因為道路用地 進為分割 那進為分割後 他的法定空地 然後就不屬於 同一種土地 所以 我們這邊的住戶 34位住戶 一再的陳情 一再反映 一直質疑說 民國62年 他申請建造 使用執照 當時 使用執照 當時 法定空地 變更為部分的道路 部分的四米人行步道 民國62年 當時 他申請 建造跟使用執照 當時的法定空地 把部分變更為 四米路的人行步道 那民國九十幾年 又把這四米路的人行步道 變更為道路用地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變更 把法定空地變更為 道路用地 所以才會進為分割 所以 他原先 34戶的住戶 他原有的法定空地 原有的法定空地 就 進為分割 進為分割 然後就變獨立 另一種的獨地 所以 非常影響我們的 34戶的住戶的權益 因為他們原有的法定空地 已經 因為 都市計畫變更為道路用地 所以進為分割 所以 影響我們 影響34戶的住戶的權益 所以在這裡 本社貴重的質疑 六十二年 他申請建造跟使用執照 當時 同時 怎麼可以都市計畫變更為 他的法定空地為部分的四米道路 所以在這裡要麻煩我們的 都發局 公務局 針對這個陳情案 一定要 慎重的 釐清這個權責 不要影響我們34戶的住戶 他們嚴重的 他們應有的權益 還有說 他的法定空地有部分變更為 那個道路用地 那我可不可以麻煩我們都發局 李局長 是不是協助他們 把他們的 原先法定空地部分變更為 道路用地的部分 協助他們廢盜 還是協助他們如何來廢盜 讓他們又回復原先的同一種土地 保留住他們的法定空地 我想 這樣才不會引起民怨 所以 這 這個陳情案 新加 新加的 法定空地的陳情案 我在這裡 要麻煩 我們陳市長 市長 你主持功德一下 因為這組 從去年 陳情到今年 我是麻煩我們市長 還有我們市府團隊 是不是針對這個問題 還未釐清之前 是不是 這個 變更為 原先的法定空地 相關的 進度 還是要申請 建造 是不是 暫緩 然後 等這個 釐清 權責問題後 要 才來解套 這樣 麻煩陳局長 主持功德一下 市長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黨議員 我請那個都發局跟公務局 依照陳妍剛提到 陳情人的這些相關的部分 我們來進行 在我們法律上 我們如何來協助 那我這個請我們 這兩局的同仁 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你現在這樣跟我問 事實上 我 沒辦法幫你 很具體的答案 我就請他們這個部分 去進行了解 覺得 說真正 陳情人 他的問題在哪裡 有哪些 我們在法律上 可以協助 為他爭取應有的公道 這個部分我請 然後我們到時候 也跟陳議員說明 謝謝 謝謝陳市長 感謝 因為他這個空地 我麻煩市長 還有我們 我們的相關單位 就是在協調協助 之前 還沒有釐清之前 這個空地的使用 我希望說 等有釐清清楚後 然後這個空地 如果要申請其他的 建造的時候 再來 再來處理 然後麻煩我們相關單位 一定要維護我們的 住戶的使用的權利 因為他 這是原先他申請 建造 使用執照的 法定空地 那或許當初我們的 我們 過去的縣政府的 書戶還是怎樣 把他 他的法定空地 同時部分變更為 四米人行步道 後來 現在 九十 民國九十多年 又變更為道路用地 所以就這樣 淨為分割為 另一種土地 所以 讓 有 其他的建造 還是新買主 有想進一步的申請 新的建造 好 在這裡感謝我們的陳市長 感謝 另外 請求我們市府團隊 我們的地震局4月30號 也非常的風光的 動土 就是公共設施的 開發 我們鳳山77期 他因為我們市府 就透過市地 重劃 34公頃面積 所以有提供 16公頃的公共設施用地 那其中也有 國中公園 停車場 還有兒童 遊戲場 等等的設施 那有開闢 八條 的道路 那因為我們的 77期的重劃區 他剛好緊鄰在 緊鄰的貨櫃 屯 屯放區 這是77期的 重劃區旁邊 有一個貨 就是 頭班車貨櫃 廠的 停車場的 屯放區 那這個 這個是正義段 台塘用地 然後是 商業用地 商業用地 那本市非常質疑說 我們的77期重劃區的 近鄰 我們這個貨櫃 屯放區 堆製廠這裡 這是商業區 我想請教我們的都發局 可以堆放置 那個貨櫃 頂頂 這些設施 還有以及我們的交通局 那是不是需要 加強取締還是限速 因為我們77期重劃區 他現在正在開發中 所以 本期是希望說 盡量 讓我們的住戶 還有小孩子 還有附近的居民 免於 跟我們大 大型車 貨櫃車 頭班車正面的 接觸 讓我們民眾 讓我們民眾可以 免於 免於 免於恐慌 還還 還給我們的住戶 跟兒童一個 安全 安心一個 生活環境 我們77期的 重劃區 這貨櫃 重劃區 那交通非常 危險 這個路段 交通 出路非常頻繁 然後車禍不斷 華麗現在請教我們的 交通局 交通局 還有 交通局長 這個堆放 貨櫃 突發區 這樣可以嗎 請局長回答 那個出路 那個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那個 這個地區 可不可以停放 這個部分等一下 可能應該是 都發局會回答 那就剛才 議員所關心的 整個交通的部分 這一塊地 因為之前在100年 左右 就已經是用 這個貨櫃 囤放區 的 做法 再進行 那一百年 五月左右 我們也跟地方上 有達成共識 就是針對 這些貨櫃車進出 在周邊道路的部分 我們有達成一些共識 就是說要指定 它那個貨櫃行駛的路線 貨櫃車行駛的路線 第二個就是說 把速限降到 30公里 每小時 用這樣的方式 能夠減輕 地方上的交通的衝擊 那因為 現在配合 77期的 這個 市地重劃的工程 這裡面的部分 貨櫃 廠已經 結束營業了 所以整個 狀況會比較減輕 那我們也 也再一次的 在上個月底 就有興趣會看 希望能夠再限縮 它那個貨櫃車 行駛的動線 所以 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交通管制的方式 能夠盡量減輕 地方上的一個 交通衝擊 那謝謝 謝謝我們局長 那杜發局 李局長 你這一類 商業區 那可以貨櫃囤放嗎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那根據那個 都市計劃法 高雄市事件細則裡面 我們的商業區 並沒有禁止 他做貨櫃堆置場 那你請坐 那我在這裡請教 我們的市長 那針對我們的 77期重劃區 緊鄰在 貨櫃囤放區 因為這個 非常危險的一個路段 我以往 市長 可不可以 加強取締還是 限速 讓我們這邊的住戶 跟兒童 在77期開發中 可以免於 跟大型貨車 有正面接觸 降低這個 危險 然後 讓我們居民 免於恐慌 可以安心安全的 一個生活環境 請我們 陳市長 簡單回應一下 謝謝 謝謝議長 感謝董議員 感謝董議員 剛才我們交通局 董議員 當時 法定局 理局長 都有 很明顯 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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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加強 起地 第二個部分 我們會把 貨櫃車 通行的路段 這個部分 我們會限收 我們一定會 以市民的安全 作為我們必要優先的考量 所以 陳議員所關心的這個部分 我們高雄市 我們會加強起地 來維護市民的安全 謝謝 謝謝我們市長 因為 我們現在 其實積極重化區 現在在開發中 所以 本市希望說 讓我們的住戶 我們的兒童 免於 這大型貨車 恐慌接觸 所以 我們應該還給我們的住戶 居民 一個 非常 平平安安的 一個居住環境 感謝我們市長 另外 針對我們鳳山 原縣長官邸 但恭喜 自從 市長在一百 一百年十月份 原縣 我們在我們鳳山縣 在我們鳳山原的縣長官邸那邊 有成立首座的公立拖映中心 首座的公立拖映中心 那因為我們的原縣長官邸 因為是結構的問題 因為是結構的問題 所以我們又改到我們複佑館 改到複佑館成立 成立公立拖映中心 我們原縣長官邸 我們原縣長官邸這裡 市長和我本市 都參加手座公立拖映中心 那因為結構的問題 我們說要複佑館 在這裡 本市是說 那針對我們的原縣長官邸 也很多 民意代表是住戶 針對這個空間 也做的有很多的建議 也是希望說 民間的力量能夠進駐 讓縣長官邸活化 不要成為一個文指館 活化 顯示空間再活化 那創造更多我們鳳山 文化的生機 所以 有很多 住戶還是一些文史團體 還是專業人士 都一再的 希望說 講過去我們高雄縣 存在的許多豐富的文史資料 可以在這邊保存下來 所以 大概就是朝向文創 還是咖啡 餐廳館這一方面的 所以本市在這裡拿出 一個例子 我們台南市 我們的台南市長 賴清德 他沒有住在他們的官邸 所以 台南市長的官邸 他就是發包了 發包委外 那也是由我們高雄 業者來承包 得標的是我們高雄 高雄在地的法事 連鎖餐廳 所以 我們也可以朝向說 我們原高雄縣的 縣長官邸 也可以像這樣 像台南市長賴清德 他沒有住在這個官邸 他就 把閒置空間 再國化 再利用 我想來是很好的地方 所以 我們 之前我們在我們縣長官邸 有這文串咖啡館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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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我們的 台南市長的官邸 已經 也 呈現了 他也由我們高雄 在地的 業者來承包 所以 本社在這裡 要給出來 這個例子 像我們的台北 觀點電影院的例子 台北觀點電影院的例子 台北觀點電影院的例子 現在請問我們的文化局局長 你知道這裡的地方嗎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我知道這個地方 請坐 那我們的觀點電影院 它是前我們的美國駐台北領事館 所以 在我們國家發展文創 產業之前 它已經也被改造為 光點電影院了 所以 它 其實這個例子很不錯 它播放 具有藝術性還是專題性的電影 它也 有時候也可以賣票 它也可以出租場地 給一般的大眾 或者是藝文團體 本社裡面是很好的地方 所以 在這裡占對我們的原高雄縣的官邸 再利用 再活化 在這裡要請教我們陳市長 本席的建議 你的看法 想了解一下我們市長你的看法 你的意見 謝謝 謝謝 鄧議員 我們過去高雄的 官邸的官邸 本來高雄市政府 是希望作為公共託英中心 但是 後來發現 它的整個官邸的工程結構 在安全性上有問題 所以不敢作為公共託英中心 那是不是 我會覺得現在我是希望 我們市政府的財政局在管理中 那我認為 那我認為 這個有 既然 過去歷任的縣長 都住在這裡 那 但是在工程結構上 有問題 我覺得說 如果我們不管要將來作為 任何的使用 文化的使用 或者有各種不同 我們有其他的思考 它的工程結構 必須是安全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財政局現在 它有在辦理 也要出租中 但是市政府的閒置空間出租 但是更重要 我是認為它的安全結構 市政府應該在安全結構 無異的情況之下 才能出租 就是說你不是安全沒問題 這個部分 所以說 我們的要求財政局 在安全結構 補強的補料 來做剛才議員有很多事後 說可以來做一些 咖啡天 或是可以來做一些電影 你說剛才提起 整個台南市政府的官邸 這官邸它沒有這樣的問題 沒有這樣的問題 當然 市長不住 當然都可以公開 做為其他的使用 高雄市的所有閒置空間 我們都會盡量的活化使用 這個部分 我們會先從 它的安全結構的問題上 來加強 來補強 再來做其他 在這個部分 我們想做其他 要使用的思考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市長 所以 絕對如果結構 問題 排除以外 就是結構如果安全的話 我希望說我們原高雄縣這個官邸 可以好好的運用 未來如何運用 我希望說 我們鳳山 是一個非常多元文化古蹟人文 非常 讚的一個地方 我希望可以結合 就是周遭的人文文化還有古蹟 來好好的運用 讓我們這個原縣長官邸 可以 閒置空間可以再利用再活化 然後 可以把我們原高雄縣的文史 還有文化 還有我們相關的歷史 再運用 讓我們的市民更了解 在這裡 謝謝我們市長 如果 安全結構沒問題的話 希望 可以盡力來 進行這相關的 顯示空間的運用 這樣好不好 市長 好 謝謝 另外 本期針對我們黃埔新村 黃埔新村 我們鳳山 黃埔新村這裡 以住待戶 以住待戶 年初我們有這個價位 以住待戶 本期是覺得 這聽起來 是很不錯的 但是 本期有跟一些 文史工作室 一些專業人士 他們是說 其實還可以再激進一 可以再激進的空間 還可以再進步的空間 因為 我在我們的文化局 網路上面看說 我們這裡有寫的 眷村的故事 因時代更衣 走到現在 那我們期待 因為你的 入住參與 賦予老房子 新生命 新的時代意義 讓故事延續 我感覺本期針對我們 以住待戶的方案 還不錯 可是還有再進步的空間 因為 本期針對我們 一些 看我們的鳳山 黃埔新村 以住待戶一些 居民 有興趣的 在這裡看 所以 本期針對我們黃埔新村 他的空間 一定要有人 才有意義 那 像我們閒事空間 是要有人 才有意義 那 眷村如果說 把人 就是趕走 還是抽離掉 就失去原先 我們眷村的 核心的價值 所以 本期是非常納悶 我們的黃埔新村 他的原住戶都住在附近了 那我們市府 相關單位 就是 偏偏要求把最具有 時代意義的 原住戶 就讓他 撤離 撤離了 他們都住到附近了 撤離了 那 又找來 跟原村落 不相干的人 進來 本期覺得非常奇怪的做法 所以 在這裡 要給出來討論 像我們的台北 保障 台北保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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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局長回答 知道嗎 謝謝主席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台北的保障園 他的聚落建戶 他有超87戶 那民國98年10月 他有開放原住戶 22戶 來建築 那他是朝向 聚落活 保存的目標 由當地的 原住戶 來保存 來延續 所以 像台北保障園 這麼 好的例子 他也是 留部分的 庫數給原住戶 所以 如果 我們的 村落 原先有 原住戶 其實我們可以 利用 原住戶的力量 來 擬聚 然後 讓這個空間 更具有 新的生命力 我覺得 這是比較重要的 阿純 國際 在國際上 也是一樣 如果 除非說村落 沒有人 已經沒有人 我們才會 拿 叫其他外來者 進駐這個空間 所以 本社哥在這裡 要拿出國際 我們國際 有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 德國 乳爾工業區 這個例子 在這裡請教 那個 市局長 你知道嗎 請局長回答 謝謝 我知道 謝謝 那你覺得 台北的保障園 跟那個 世界遺產 德國 乳爾 這兩個 例子 他都是 利用 他們 原住戶在地的力量 來結合 所以 發展的 非常的 永續 謝謝主席 乳爾工業區 是工業遺址的在意利用 保障岩市 舊聚略爾在活化 不過他們跟黃埔新村的案例完全不同 謝謝 雖然不一樣 可是 他都是 運用重視我們的 原住戶 所以 我們現在在說 我們的世界遺產 德國 乳爾工業區 他就是 原先是廢棄的採礦城市 那後來又轉型一個觀光 那現在他每一年都有一百多 萬人去當地參觀 所以 淳宜業 如有博物館 那館長他就說 他們會成功的原因 就是把在地的力量 包含進來 就是 有原住戶的文化 然後有向心力的支撐喔 所以 一個閒置空間的需要 原住戶的 擬聚力量參與喔 所以他的 這個空間才會有存在的意義 所以本來他給出來說 我們的黃埔新村喔 其實也可以參考 像 我們的 世界遺產的德國 乳爾工業區 還有我們的台北 保障眼喔 像我們黃埔新村喔 其實我們可以找回原住戶 那發揚他的眷村位喔 所以 那黃埔新村的原住戶 都住在附近而已嘛 他眷村所以 是眷村 也是因為 他有他的時代背景的意義喔 所以 本來是認為說 其實 我們黃埔新村可以留幾戶喔 跟我原住戶 還有一些 無倡者喔 跟他一起合作 讓在地的力量喔 可以主導未來 這村落的方向 那其實喔 不要把原住戶全部都趕走 叫他走 然後又叫其他不相關的 一些 其他的人進駐我們黃埔新村 我想喔 我們應該好好的經營 這非常難得一個眷村文化 齁 所以本社在這裡 拿出來來討論喔 希望 我們的 相關單位 那裡的市局長 齁 可以 參考一下 齁 德國鱸耳工業區喔 我在這裡 請教我們陳市長喔 本社的建議 不知道 我想聽市長你的看法 你的回應 謝謝 請市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陳妍 謝謝陳妍 那這個中間都有很多的過程 那我們的這個黃埔新村 我希望文化局能夠跟原住戶 包括現在文化局在推動 能夠有新的住戶 能夠來進駐 然後來這個部分 一方面讓黃埔新村 依然能夠保存等等 把今天陳議員質詢之中 很多的一個構想 包括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 或者台北市的經驗 都可以作為我們未來黃埔新村 能夠讓他的內涵更豐富 能夠來達到 黃埔新村既能夠保存 對他原來住在那裡 人的因素 在這個部分又能夠更多的尊重 所以我會請 文化局對陳議員很多寶貴的意見 一定要非常的重視 將來在整體規劃的部分 能夠使他的內涵更豐富 謝謝 謝謝我們市長 所以我們希望黃埔新村 這麼難得一個捐出文化 我們應該好好的來經營 如果也可以參考這麼好的例子 所以我們可以讓有興趣的原住戶 然後結一些我們的 我們的一些比較專業的人 文史工作室的專家還是學者 來結合 然後來進我們的黃埔新村 來發揮我們的 最獨特的一個眷村的文化 在這裡謝謝我們的市長 另外針對我們 我們的西子灣的問題 最近有常看報紙新聞 有的聲音說 那個我們西子灣這裡 有觀光霸凌 那高雄的觀光問題出現了 因為 我們新聞有在反映說 家當地的住戶還有學生 一再的抗議陳情 所以我們觀光局好像弱勢 沒有重視這方面的 其實在原先就應該知道 因為我們西子灣 其實不是非常大的地方 因為西子灣 可以說是我們高雄美景的象徵 那再加上博爾跟英國領事館 那讓我們西子灣成為高雄著名一個景點 所以是我們觀光客必到的地方 所以 因為 我們東雄發展觀光 所以 就觀光團帶來商機 所以相對的 就 我們西子灣這邊 有那個觀光霸凌的問題 所以希望我們觀光局相關單位 一定要好正視 因為 他用到他們當地的住戶跟 因為中山大學也在那裡 學生的安寧 所以 希望 我們在發展我們觀光的同時 也應該關心我們的 在地學生還有住戶的安寧 因為 一般我們的高雄觀光發展 大部分都是在 我們的基町啊 是西亞灣啊 還是蓮池塘 所以 本社在這裡提出來說 要解決觀光霸凌西子灣問題 歡迎旅客到我們鳳山 因為 我們的觀光集點 他如果場地過度的集中 本身覺得這不是長久之際 因為他人潮如果過度集中 他一定會影響道路交通 塞到爆喔 那也 帶來我們高雄人喔 的生活交通一個沉重的負擔 所以 這一定要好好的改善去正視喔 所以 本社在這裡建議說 我們的觀光路線喔 一定要必須要 給他打散喔 啊 不要 只有集中這幾個景點 因為 像基町 西亞灣 還是蓮池塘 啊 一般他們還會到 中正路地下到 一個大賣場 那有時候 如果我們這麼高雅10隻喔 就會影響交通 出路喔 啊 所以 晚上又去六夜市喔 所以本社在這裡建議說 我們的 觀光景點其實喔 不要太集中這些 可以打散 那如果可以打散 本社在這裡說喔 我們高雄人文景觀喔 都在我們鳳山喔 尤其 我們市長市府團隊喔 在我們鳳山 投注非常多的經費 去建設 所以 洪山可以施工喔 成為 我們大高雄 一個 新都會喔 那 我們 我們鳳山有人文文化 古蹟 等等喔 啊所以 我們 原先的觀光景點 我們就不要集中 在原先那邊 其實 打散可以 歡迎來我們鳳山這裡喔 尤其喔 我們鳳山喔 到處都有古蹟 像鳳儀書院喔 鳳儀書院 去年年底 年初剛 啟用喔 那裡也非常多的古蹟 還有雕刻藝術喔 有真讚耶 然後 前幾天 新聞也有在報說喔 我們的鳳儀書院 要爭取一些 要 要 請一些 就是 是 剃光頭的一些 那 書 書 書生 還是 老師喔 我想這 可以說是 非常有意義的一個 地方喔 啊 所以在這裡 我們 先對這裡喔 希望 說 建議 我們觀光景點 多來我們鳳山 尤其喔 我們鳳山的觀光喔 因為我們鳳山 街道 比較小 所以有時候有在車上喔 比較不適合 所以本社在這裡說喔 可以 跟捷運結合 來推動我們鳳山的觀光喔 那 讓我們長久虧損的 捷運喔 可以有一筆 非常 可 可觀的收入喔 像我們團體 票購 如果再便一點 結合我們的捷運喔 那 也可以 吸引非常 多的觀光客 來 使用捷運 它也是 非常一舉兩得 所以本社 將對我們鳳山喔 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有古蹟人文 還有 那個 文化文史 等等 都在我們鳳山 希望 本市喔 建議說 我們的觀光景點 盡量 也可以 來我們鳳山這裡 在這裡 待會兒 請教我們市長喔 將對本省的建議 提出你的意見 另外 因為時間問題 另外一個 市長 等一下 請 麻煩市長 針對本席的建議 請市長回 請請 麻煩市 請 請 麻煩市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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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像西子灣這個部分 就是說因為中國大陸的遊客 他們有很多他們也看過海 所以西子灣是當年他們在很多觀光客 在他們當時吸引他們到高雄來觀光 是個必有的地點 但是我想不管怎麼樣 我會覺得說我們市政府觀光局 要很多元去推銷 讓人知道在我們的西子灣 高雄市還是有很多很多元不同的觀光景點 那鳳山地區人文也非常的豐富 就像我們陳妍特別提到 我們的鳳梨書院 還有我們很多古蹟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非常適合深度旅行 我希望我們的觀光局 在我們所有行銷高雄的時候 能夠在這個部分能夠多多來行銷 讓大家更認識高雄的多元豐富 這樣就會不會把觀光的景點 只集中在少數地方 謝謝 謝謝 謝謝陳議員休息 十一點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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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